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戴明 很高興今晚有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那麼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頭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那麼我們不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香港每個人 其實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能夠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好了 今晚我們的題目 可以說是前兩天才決定的 那麼最近在報導上 我們都知道很多報紙都有一篇文章是曾德成 它是發出去的 那麼其實原來香港已經開始 有一種感覺有一種需要 就要開始推動我們國民教育的 那麼它認為推動國民教育呢 它的題目就說會出進香港的發展 那麼首先呢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對曾德成 可能都不太認識 那麼可能他反而那個 他那個弟弟曾玉成 比較多認識一些 那麼其實我也是最近才聽過 曾德成這個名字 或者我們可以請王岸言聲 可以介紹一下 曾德成是一個什麼人呢 他在做什麼呢 或者阿紀英 我比較熟一點 說不明白 那樣子給我先 不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認識 包括我自己在大 我自己承認一下 曾德成 德成就是左派家庭 應該是六年代 那時候還是中學生的時候 就因為 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就是左派學校 在聖保羅那裏 那裏 那裏 那校內派傳單 就是鬥賭港英那些 那裏 那裏被這個學校舉報他 那時候 在公安條例 根據那時候 那裏被抓了他 抓了他 就坐了兩年監 中學生 十六歲 那裏被派傳單 那裏 暴動那本書 有本書界 張惠國介紹這個事件 我們都記得的 山羞羞羞 就是這個人 但是就不知道 其實應該是因和得福 他自此入了左派系統 重點培養的人 其實他是名校 他也是高材生 基本上 人的能力很高下 他自學成功 做了十幾年大公佈的總編輯 總編輯 對 應該會歸後先 借了去中央政策組 做顧問全職 中央政策組 其實就是做一些研究 政府的研究項目 批斥 例如設計 做什麼研究 給那些人做 顧客看的研究 他應該是十年前 應該讀過兩個碩士 去香港大學 讀哪一科 接著 好像是國際關係 文化那類 即是可以不用 不是法律 一定要有個基礎 碩士沒有什麼 如果選擇一些寬的範疇 不一定要讀過 都可以 給你文化研究 當然是 但無論如何 他認為左派的文采比較好 因為他是報紙 寫評論 應該寫了很多年 筆應該很好 但這篇文章 作為一個普通人 就好像覺得他的文章 不是很合格 開乘起轉合 好像是跳來跳去的 是的 我最初都是 我看一看一看 我這篇文匯貝那篇 聽聞文匯貝那篇 差不多是最全面 刊登出來 你這個應該是齊的 最齊那個 全版 其他有人剪除去 最齊就是三千字 他是解釋國民教育 香港會推行國民教育 這個就有跡可尋 醫生記不記得 施政報告 特首提過 最近這次 加強青少年 的國民教育 7月1號 胡錦濤主席來香港的時候 也都提過 是一句話 這麼多 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 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交流 視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生火相傳 這個就是一句 胡錦濤主席來香港 曾局長應該是六月尾上任 7月1號 正式是 六月尾公佈幾天 那時候都留意到他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民政事務我們一般是剪下彩 地區人士打交道 民政事務 以前那個什麼 麗娟 劉馬麗娟 以前何志平做過 似乎都是一些公關性質 跟街坊 各道地方首長 地方領袖 打交道 管理政務處 似乎是這樣的工作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說 其中一個目標是要搞好國民教育 這就是曾德成的目標 即是他做這個位置的一個重要事命 其實你想想 國民教育是否應該負責教育的人 本來 是 但現在負責教育的人叫孫明陽 這個老油條 你都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這麼多十年來 其實他做過很多事情 最後那個位置是 防屋局 防屋局規劃 天星他負責去接結 即7月1日前 都不是太好 然後他做了教育局長 都整個五個月 不過他有什麼講過 跟以前阿里國章 羅法招勳 那些高調的做法 完全不動 最近見他回國內 都是國內的網站看到 他其實好像上去見過陳左義 講國民教育 那一輪官樂 我們要加強 我們要加強溝通 大力發展 那其實始終 沒有講清楚 究竟什麼是國民教育 是啊 起碼我手上這篇文匯報 其實是1月3 3月半的 政府領導的看法是怎樣 他心目中所謂國民教育 是包括了什麼 我看來看都看不到 會不會被人剪掉 還他有講過 怎麼會這樣剪掉 我都奇怪 到底他想著怎樣做 好像找來找來找來找不到 他哪有問過大約說些什麼 他善釋香港人的歷史 現在是這樣的 是的 香港人是會以中國 作為中國人為號 還有要作為一個世界市民 他幾次都重複這件事 他經常都強調 我們要所謂的文化遺產 譬如歐洲的地方 他們都會強化公民 和本土的感情扭帶 你看看很多公眾廣場 都有很多英雄的雕像 他經常說 要保留過往大量的 舊日天然和人工的景致 我已經看到一些東西 香港人就好像沒有了 已經拆得七七八八 他也看到一些東西 譬如唱國歌 升旗 他好像這樣 我覺得也是 在外國很多學校都會做 那就是國民教育 實際我不太清晰 意思是 我經常都想到 為何他覺得要強調這件事 為何突然之間要說 香港需要國民教育 我們幾歲時候有公民教育 現在都有 還有公民教育委員會 還有公民教育委員會 其實他心目中想說 我們要做一個叫做愛國教育 令香港人更加愛中國 愛國教育 國民教育 其實我覺得他背後的意念 就要香港人更加愛祖國 那我就想 為何我們會突然之間 感覺到有這樣的需要呢 為何會突然之間 我們要強調香港人 為何要跟中國有一個 作為中國人 有一個中國人的 心形上要有聯繫 為何會有這樣的 身份的 認同 一種看法就是 很明顯香港人不是 是啦 勸決這件事 勸決這件事 所以強調 我就會問 有否想過 香港人為何勸決這件事 為何你需要這樣做 因為你感覺到香港人勸決 那你要想一下 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原因在哪裏呢 為何香港人 為何欠缺這個 所謂對中國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呢 新加坡人很不同 新加坡人很對自己作為新加坡人 但香港人是否真的欠缺呢 是 這個我不知道 香港人在某程度上 從來都沒有了 在英國食民地的統治之下 都不會很強調 我們作為一個英國人 根據他的篇文 他的介紹 在前面 他說 有光榮傳統 香港人有愛國的光榮傳統 那他就說 有什麼事情 香港人會捐錢 有些中國人什麼大事 他由孫中山講起 孫中山講起 然後又省港大罷工 你記不記得 好像是2020年代 上世紀 1920年 20年 省港大罷工 然後這幾年 走到廣州 他用這些例子 香港人一向都有這個情意 有些勉強 你再說近一點 我媽媽是跟我說的 我媽媽說 小時候 10月1日 就中華民國國國慶 10月10日就中華民國 那些旗子鬥大的 我小時候 你不要管他掛誰 但怎樣也好 其實他的感規 是說我是一個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說香港人 是不是從來都欠缺一個中國人的感規 一個歸屬感 我又覺得未必 而且你看曾德成這篇文 這些其實都是對的 某個意義 是對的 不知為何近年 就經常說 人生未回歸 什麼什麼 就是說這些 所以就有了這個 所謂的國民教育 需要 就是要很強調 要做這些事情 是的 他又給了些例子 2007年 2008年 學校很多地區團體 青年事務委員會協助之下 舉辦一些內地考察團 多大168團 168團 不是那段時間 一年下一年裏面 那這些考察團 當然跟香港人去旅遊 當然不同 香港旅遊城市 千千萬萬 如果不是富裕 我想沒有那麼多團 這個代表香港人富裕 那就是 年輕人 都要付錢 都要自己付一半 是呀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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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不是賺助 而輕人走路 親身體驗一下經驗 對了解國情肯有好處 他有些舊的例子 醫生有沒有留意 是 他有一一一一 其實是 很恐怖的 他舉的例子 是怎樣 抗日 抗日可以了 是 改革開放 香港的港商北上 八零年代開始 大量走上去 都OK 他提及補吊 最近 補吊 補吊 中文合法化運動 這是七二年的事 補吊 這是不是和外國有關 其實有些疑問 補吊 全球華人 都算是 但是他提及抗美援朝 那肯定香港人沒有做過這件事 除了霍英東 英國人管治之下 我們什麼時候有支援過 打美國佬 怎麼會 英國佬和美國共同 香港人沒有做過這件事 霍英東走私 那肯定不是香港人普遍一起去做的事 還有改革香港 港商北上 港商北上是一個愛國行動 或是一個商機 一百萬個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可不可以說台灣人想回歸 我應該想一下 為何有這樣的需要 要很強調 很明顯背後 香港人暫時沒有這種 感覺不足夠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國民意識 他企圖不夠 好了 我想了解一下 為何香港人沒有這個意識 為何不夠 香港有很多人來的 即是離開大陸 走出來的 其實香港人來到 那些人走來香港 或者來到香港之後 再走去外國 背後背後 其實他在尋久什麼呢 其實他找什麼呢 其實他找那個自由 香港人是熱愛自由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全世界 是相當自由的地方 所以其實香港人 為何很多人離開中國 離香港 就因為他要尋求一個個人的自由 那歸屬感是一個自由 我相信如果中國是一個很自由 或者普遍的民主 其實這個歸屬感不用說 很多人都會自自自同去 會認同得到 所以要想想背後的問題 為什麼香港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意識 都不是那麼深 很容易看一下 香港有多少人 退休之後 就直接看公務員 有多少公務員 退休之後 在哪裡居住 會不會在香港居住 會不會在中國大陸居住 會不會在中國大陸居住 每個人都會離開 看回中國大陸 很多人都會離開 你看看中國大陸 大家都知道 高官的子弟 那些都會向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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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背後的原因是哪裏 這是最好的現實 你可以看到 人家所追求 為什麼人家不認同 我相信 始終中國是缺乏一個自由的地方 個人的自由地方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國民教育 國民認不認同 其實背後就是這件事 其實如果中國真的想 我們香港人 或者其他世界上的中國人 都會有這種很強烈的國民意識 真真正正是愛國 喜歡回歸祖國 不是深謂地說 有錢在那邊賺 住在別的地方住 大部分人都在做這件事 所以國民的問題 其實應該在那方面去解決 不然間隔間就像書本裏面 香港的小學生 那些小孩子 未認識的那些 版冠書 這些愛國知識 之類的 你看看 伊朗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十元仔 又被人家 一直洗腦 造出了很多很可怕的事 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我覺得大家要去看看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需要 如果我們真的想我們去做 那有什麼令到我們 作為一個中國人 有一個很強烈的歸屬感 在哪裡呢 什麼令到我們做得到這件事 我昨天寫了一篇文 都談及這件事 我質疑他裡面 有一件事為什麼不說 整篇文 他說什麼 我們都看到 很詳盡的 所有愛國的跡象都提及 但是有些事情 比如這麼多歷史事件 他沒有提到六四 六四是否一個愛國的行為 香港人 肯定是 百多萬人這麼空走過來 十五封球 五十萬人在新華社外面示威 那些不是愛國行為 是什麼呢 然後捐那麼多錢 那麼多帳幕上去上面 那做什麼呢 這個是愛國行為 他不提 他不提還有一些事情 你說國民教育 在國民裡面 要提升的事情 就是中國憲法都有說的 發展民主 更加好感發展民主 改善民主 民主自由這些 其實國內的教科書 你看一下 中國憲法 是有說這些事情的 是沒有排除到這些事情 問題是曾局長就左了一些 他不敢說這些事情 他以前小時候很大膽 如果他真的有讀馬克思 馬克思是有完整的民主理論 馬克思是贊成民主 完全贊成民主 是直接民主 人民公社大惡犯 那些是直接民主 你有什麼好得過 一起去管個省呢 公社是這樣 決定了你怎樣生產 大家如何分配 一起決定 馬克思真正的民主 是這樣的 當然國內就未到 但是國內近年都 經常說所謂基層民主 現在國內的大企業 甚至沒有是選的 廠長是選的 香港又沒有 香港哪個機構是廠長選出來的 沒有的 有哪個部門首長 部門裡面的職員去選出來的 都沒有 國內原來是有的 起碼他會發展 當然他不是一人一票那種 我們可能會怕亂 有一段時間都未行 但是他在基層 那些人大現在是直選 香港起碼區議會 都不是全部直選 如果德成局長 要說民主 要發展國民教育 大家在基本的東西 有些認同 為什麼民主自由 不可以放進去呢 是不是這麼敏感呢 愛國就不可以民主自由嗎 是 這是不應該的 剛才你所說 其實推行普選 民主的 其實中國一向都有提及的 國民認同 國民身份當然重要 所以推行民主普選 其實是一個很清晰的愛國行動 肯定 肯定 很有趣 為何他又好像 說都不說 以當時一個中學生 敢做這件事 他也是要求這件事 但是今天 是不是年紀大了 反而膽小了呢 他的位置 現在就不便 不是很方便 政改又這麼敏感 現在 是 上了鬼 但是他說 你整篇文 寫一篇文 好像一篇 你知道國內 有什麼大事出 首先是寫一篇文 哦 是嗎 毛主席 凱瑞法官 先登了 然後就發動文革 然後 全部都是人民報道 發表一篇文章 所以可大可小 其實 這篇文章可大可小 即是有些陰謀的看法 我看的是BBC的評論 他認為這是政治行動 因為香港十年以來回歸 其實覺得是管得不到 那些人是很造反的 心態 你不要計算制度上 不能造反 但是那些人是很不聽話 很不愛國 在北京的角度 當然都是左派 曾局長 這班人的角度 為什麼香港的人 是這麼反叛的 我們好聽些 好像小孩子反叛 總是動不動 十萬八萬人走上街 就是因為沒有 愛國教育 沒有國民教育 你知道國內都很不滿意政府 國內的人 但是不會像香港人那樣 幾乎是作亂 搞到 是 作不到 多幾個人就已經 趕你 趕你 國內都有 但是國內易管 至少他管得到 你看到 就算我們很多國內下來的人 都好 他不滿意政府 當然滿意不會走來香港 就算他不滿意 但是他對政府的態度 或者對國家 基本上的認同感 就比香港人好 這個真的 即是他們會有什麼事 都會認為國家是對的 什麼的 做得不好 即是他會先撐住政府 先撐住國家 國內的人 是普遍比香港人好的 那他就認為 補充你少少 即是國家 即是要搞清楚 一些定義 其實你所說 我相信 國內的人 比較容易 就聽個政權的話 聽個政權的話 這個搞清楚 所以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即是說 現在搞國民教育 或者北京 可能覺得 喂 你香港人不夠乖 不夠聽話 就因為你經常反政權 跟你是不是愛國 其實是兩回事 愛國家 那個國的定義是什麼 在我的定義 很簡單 吳討吳文 我的國土 我的人民 五千年下來的文化 這個是我的國家 但現在不是 似乎 現在著重 要看你為政權服務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 為何BBC 可能會解讀為 一個政治的行動 因為他可能想透過一個教育 完全把下一代的觀念改變 令到他們不要再重蹈 即是現在這十年來的覆設 甚至乎未來十年 譬如說 現在那些更小 譬如說 譬如說 20年後 30年後 那些人大了 變成完全同化了 和國內 現在政權之下 控制到那些人 那套思想 是趨向一致 這樣很危險 其實這個絕對是 我不明白 那些政客 都不完全會說 很留意他這個趨勢 因為他不會 就這樣拿出來 他背後有個理由 什麼理由呢 突然間再三強調 如果你說 只是要組團 認識 那不是問題 我們一向不是問題 不用你組團 現在那些人 一放兩日假 就已經想去 下黃山 又去這裏 猶山河大地 還有你說 他經常說 香港人認識有問題 香港的資訊 差很遠 比國內 國內的人 是來香港 看香港的報紙 去找他們的消息 因為國內的報紙 是同一的 這麼多年來都是 香港人對國內的了解 是遠遠好 比國內人對國內的了解 因為他們只是看到自己的社群 但香港人是整個國家看到的 如果要看的話 當然我們 比較不太愛國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但你說 我們認識有沒有困難呢 香港其實最好 因為香港也是用中文 如果在外國 還是變成英文 外國的華僑 但香港其實很清楚 中國發生什麼事 在認識層面 其實我們需要國民教育嗎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突然說需要 那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一個 所謂說的陰謀 你說BBC最近有這麼說嗎 沒有 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看 我們所看到的BBC 有什麼留言 在這邊 幾分鐘之後再繼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 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們不記得呼籲 ICQ 我們風音電話是 2134-1134 2134-1134 我我們 ICQ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打電話來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好像說 最近香港有些大學做過調查 他問香港人他們自己當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 黃岩仁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調查什麼時候做 我記得那個調查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即是在小學、心理學裡面很強調這些東西 因此而做的不是為了國民教育 但是有個很好的研究是十年前和十年後 九七年有做 現在去年零六年剛剛改了十年又再做一次 是在浸會做的 在九七年其實問題很簡單 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 因為十年前還有英國國籍 九七年的時候 就這樣問這個簡單 看看人們說了什麼 當然跟著你是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 即是第一時間看一般人直覺上說了自己是什麼人 你說英國人也可以 那你也是中國人 當然 各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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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都說自己是中國人 是 是 就是二十七個 二十九個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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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三成 我認為英國呢 不是 那時候我們有什麼BDDC BNO 我都有 有些人可能拿到英國的護照 一定有些 可是沒有四的巴仙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因為香港有沒有那麼多 海外英國就一定多很多 多多多 但是你說 真的有的,幾百萬,在香港出債就是,但是你說,拿到正正式的英國值未必有四個percent那麼多 我覺得一定拿到你才敢說的,如果你都沒拿過你自己說自己是英國人,但問題到今天,如果他是的,他還是英國人 但今天就低於一個percent,說自己是英國人,是不是走光了? 不會,他會賺錢,我也有朋友,繼續在香港做律師,中國人做律師很可憐 我相信問這些人,一定是問中國人,他不會問那個美國人,問那個美國人,當然是美國人 他這個是看人的認同,身份認同的感覺 他不會說這些人是中國人呢? 總族上是中國人 他不會問那個鬼佬,英國人,沒有什麼意思 好了 很明顯呢,就是呢 多了的 就是認同中國人先 但是呢,你發覺呢,認同香港中國人,是沒有什麼大跌的 香港中國人,也都問過,香港的中國人 香港的中國人 就是,下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有些人,有24個percent,10年前就說是香港中國人 現在呢,香港中國人,27個percent,是升了2個percent 還有一個category就是香港中國人 香港中國人,強調香港中國人的,其實一直沒有動,而且是多了些 多了些 照計呢,經過有楊李偉,有10年高度經濟發展 理論上,我們直覺以為認同中國人,認了中國人先的人是多的 原來不是,香港人始終是認了香港人先,始終是最多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的 直覺上,你一直到香港,你不是突然間香港人走去大陸 其實你覺得合理的,我們也覺得合理 局長未必覺得合理 甚至乎北京的領導人更加覺得不對 在中國裏面不會這樣的 中國裏面當然是中國人先,然後才是湖南人,然後才是上海人 當然,你遠遠中國大陸去做這個訪問 九成多講了中國人才 但香港只有四分一和三成,還未夠三成,29 很簡單的 我覺得這樣的答案是可以預料到的 因為有香港這個地方,香港人真是香港出生 實現你,所以轉了,都是香港生活 直覺上,你問他是誰人,突然間我變了蘇州人 不合理的 反而小時候是合理的 那些人會問你哪個地方 多數是講自己的鄉下 但現在是香港人先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答案 不代表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香港人 不愛中國 我們一定是這樣理解的 難道我們不認中國人 沒有人想過不認 就算拿了外籍也是中國人 在那裡賺錢也是中國人 但問題是,上面不是這麼看的 所以要搞國民教育 你的認同感是低的 這是問題的 他不會認自己是蘇格蘭人先的 即是他在蘇格蘭人先去 即是他在蘇格蘭人先去 即是如果你去波多尼哥 波多尼哥 你突然間問他 有一個選擇 你是波多尼哥人,你是美國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認為我是波多尼哥人 波多尼哥不是美國的一部分 不是的 不是的 那是美國的 美國是12個州 即是他好像殖民地一樣 波多尼哥 即是波多尼哥是自己總統嗎 不是的 他應該不是12個州之一 不是的 但其他呢 其他是不是很容易說自己是紐約人先 加州人先 不是的 要看你怎麼比 如果你說你是紐約人 你是美國人 即是他認同 他不會先認同那個州 他認同美國先 但現在香港人就是先認同香港 即是認同中國 你是有美國先 有美國紐約州 那香港不是的 香港以前是英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答案 根本是絕對可以理解 還有這個答案 不是代表香港人 是不愛中國 大家一定要了解 我覺得 我可以做這個定論 沒有人夠膽這樣說 我個人認為 如果那個人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是代表我 不愛中國 不愛中國 那你不可以做這個 即是不需要那麼敏感 現在不是我們敏感 現在不是我們敏感 是上面敏感 我聽了你們兩位說 其實我們應該回頭 問一件事 其實國民教育是什麼 你們剛才所說 這是身份的認同 你究竟是中國人 香港人 甚麼人都好 這是身份認同 那究竟 現在我們看回曾德成 或者胡錦濤 因切叮囑曾蔭權 要著實搞好的 所謂國民教育 是什麼一回事 是否只限於 想你就說身份認同那麼簡單 還是你們所訪的是公民教育 即是過馬路不要亂過 不要吐壇不要扔垃圾 要外戶小動物 是否只是這樣 還是有其他東西呢 那你先問一下 醫生 我知道你去過外國 生活很多年 其實在外國 即是所謂國民教育 你觀察到大約是怎樣 像什麼 像什麼 我不是去外國 是去讀過中學 我中學不是在外國讀的 我大學在美國讀 我醫學院在加拿大讀 讀了九年 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 即是當時的加拿大人 會怎麼說 或者當時的美國人 當然了 在美國生活的人 當然是美國人 這是不可以做一般的譬喻 那就是問題 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他們感覺一下 問題就是 那些人不直覺上 是覺得我是中國人 那將來 國民教育 成不成功的指標在哪裏呢 他是不是說 十年之後 做了國民教育之後 那我再做一個調查 那這個調查 如果很多人說 我是中國人 多過很多了 多過我是香港人 那就是代表他成功 如果他真的意識上 我希望香港人 自己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那他教育方針會不同 對嗎 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 如果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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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香港人 先說自己是中國人 好了 那再 2020年 或者2016年 那再做一個 這樣的普查 那到時候 看看 那些人說了什麼 那如果那個人 仍然只有37% 40% 香港人 那這個 就失敗了 如果真的這麼簡單 那 真的 好像你說 這麼簡單 就好 其實 我想很多聽眾 都未必知道 是的 國民教育 可能大家都有些印象 譬如說我問到街上 有很多人 他可能都說 我就是國民教育那邊 又或者是 我沒有 你國家一個教育的方針 譬如說 每個人出生 都可以有平等的教權 國家可能會資助你 有變化教育 有義務教育 之類 我都問過有些人 我最近都看過一些文章 雖然都不是多 都沒有人懂得說 但是碰到那些 不離都是這兩樣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原來國民教育 這四個字 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講出口 是別具意義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慢慢來 首先我們不如看看 其實在外國來說 究竟他們的教育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我們看看 日本 意大利的憲法 憲法裡面都有寫的 挺普遍的 都會寫教育 當然一兩句 但是大致上 那個方針 都是說 好像剛才所說 基本上有教育權利 有義務教育 又或者就是 教育是為了令青少年成長 培養他們服務社會精神 這就是教育 其實在這篇文章裡也有說 所謂的國民教育 他說 他說 香港不能夠全面認識 中國和香港的歷史 語言 文化 傳統 中國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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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K 那我也OK 就是 跟我們 剛才所想的 會不會他希望 我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這個不是他們的 這是某些調查發言 就是一些 講身份認同 心理學測驗 但是 如果講教育裏面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 中國憲法是怎樣的 OK 中國 中國是甚麼 你先教清楚 中國是甚麼 中國憲法 是中華民國憲法 孫中山寫的 孫中山寫的 是否158條 他說 教育文化發展國民的民族 精神自治 精神國民道德 健全體格 科學及智能生活 這就是國民教育的定義 現在也是這樣 普通教育也是這樣說的 是 相對就簡單了些 國民教育其實是有的 發揚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 它是一個目標 國民道德 自治精神 自治精神 社會上 文體的人都有需要 那時候可能沒有自治精神 因為剛剛民國 其實還是列強侵略 清潮 他強調要發揚自治精神的國民 其實是有意思的 中國憲法其實都有提及 而且我們好像是這麼多國憲法裏面說 國民教育是最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教育 如果我們看現行的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24條 怎麼寫 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 道德教育 文法教育 紀律和法制教育 在城鄉和不同範圍的群眾裏面 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 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這個好像是一般各國的論調 但是還有下一段 很清楚究竟教育是應該做些什麼 他就說 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功德 在人民裏面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 進行唯物辨證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 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其他扶紐思想 好有趣的 我從來 不要說一定沒有 我孤立寡文 但我揀這麼多憲法 是沒有國家在憲法上寫明 那麼清晰 清晰得來是他和你想想 哪些學說是正統的 哪些學說是符扭的 你不准學的 你不要學的 這個就是很重要 你准識什麼 你不准識什麼 例如說 如果香港搞國民教育 要根據這個定義 有什麼關卡要過呢 是不是愛國主義 你要screen 你不愛國主義 例如說台獨 你看都不准看 台獨就是分裂祖國 分裂祖國就是不愛國 如果你想研究台灣史 未必可以 西藏不可以研究 西藏不可以研究 新疆不可以研究 諸如此類 又要問一下 所謂是聖資還是聖社 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思想 還是社會主義的思想 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 當然你說這個可能是老套 可能現在不會再這樣問 但你不要理 現在我們國家 是處於所謂的社會主義最級階段 這是趙紫陽所說的 寫了憲法 現在的憲法是有的 但是憲法是這樣寫 不能說不是的 他的方針一定要這樣跟 而且國內的確是這樣做的 是啊 嗯 在教育制裏面都放了這些內容 第一要學政治課 你不學就不可以畢業 我們都跟那些在中國讀書的學生聊過 他也是有的 好像陳詩這樣說 但那些學生都不太認真上課 一回事 但是你明白嗎 有些形式的東西 從小到大都給了你 是終歸會中了去腦子 起碼他不會像我們這樣 一升國旗就走了去 吃東西聊天 起碼他從小到大 有些行為他是要跟 外國主義這些要跟 但香港人可以完全沒有 我還想說深入一層 剛才所說的一個政治課 在國內是一個獨立的課 例如在岸白所說 就是他有些東西 硬塞了你在腦子裡 多少你都會跟 其實香港 我相信 就算真的推行 未必會真的加過政治課 始終給人的感覺 好像你硬塞進來 但是這樣 其實這些觀念 在傳遞一個世界觀 他想你怎樣看這個世界 好了 問題就是 不用政治課 譬如說就講歷史 我們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 怎樣去寫 誰去寫 用什麼角度去寫 這些是潛而默化了 我舉個例子 到現在中國大陸 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 但如果我們看平靜的歷史 包括日本的歷史 他根本從來沒有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對手 當時打的根本是國民黨 但如果你現在上去問 他們全部不認同 比如說你愛不愛國 剛才也解釋過 比如說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慢慢潛而默化 慢慢令到你的思想趨向和它一致 你想的邏輯 看的方法和角度 是一樣的時候 這樣呢 就跟我們香港現在所謂開放社會 多元聲音 獨立思考批判 是截然不同的 是嗎 憲法跟你分了 哪些是正的 哪些是 哪些是 在一個框裡面 你很自由 不過那個框就不能走出去 你不可以challenge 你challenge 就死了 如果這樣做了這些事情 我真的 我當他是成功做到這些事情 把香港人用 再教育洗腦 洗腦 根本是洗腦 他會不會是 他認為推動國民教育 促進香港發展 香港由頭到尾都不是 因為有香港人很認同中國 而發展得這麼好的 你的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你不可以連發 你看他的目的 即是要促進香港發展 這是兔魚來的 這是兔魚來的 一定要擠下去的 保持安定繁明 這些全部有作用 但這些是沒有關係的 當然過歷史 當然奇怪 當然沒有 香港的將來是要 香港人的一個世界的 世界觀 他自己都有強調 這個反應是很重要的 一個世界的公民的眼界和空懷 如果不然 我們可能到頭走 我相信你剛才讀過那篇 是可能很久以前寫過的 據我所知 我認識一些在中國讀書的 中國學生也好 他實在在經歷過 真的這樣教他們 但剛才我所說 他自己都說 自己都聽過算 但始終是有一個 纏而密化的個性 有 有再舉一個例 所以 如果真的出現之後 會對香港人的思想方面 會更加開放得好些 還是會有一種特色的效果 剛才我再舉一個例 近來在一些討論區 或者一些blog 就看到 相信是內地人寫的 他會覺得 你香港人不聰明什麼 你今時今的經濟成就 就是靠我們祖國的同胞 靠當年主席 給你們東江水 有便宜的食物 你們的經濟發展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如果用北京的思維 很愛國 但是 是不是正確呢 是不是這樣 就決判斷一些東西呢 而事實上 內地是真的有這種人 就是因為他們自小 就受那套 Propaganda 即是中文不知怎樣 有些負面的 政府想你 想你知什麼 他就告訴你 就跟你洗腦 這些所謂 真的是這樣的 我又再舉一個例 例如去年去支聯會那裏錄音 有一集是說維權 內地維權 那 答問時間 真的有一個來自北京的學生 大家可以聽回我 如果你有興趣 你E-mail給我 我給你那個聲帶 可以聽回 他說 喂 你維什麼權 我們不是現在國家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在世界裏面要富強 要站起來 我們要先以一個大局為重 要國力富強 你們這些維權 不是說你不為 但是如果兩者要平衡 或者權衡之間 那你是不是應該先固存大局呢 那就是有那些人的 那些抗爛繼續死 那些農地繼續被人收 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馬上會判斷到 當然不是啦 人 最要緊要說 人的過程如何 有沒有一個尊嚴的生活 應不應該一個人 在一個國家裏面 被他這樣對待 但是不是的 國內那些人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洗腦 很明顯 如果我們香港人的角度 國民教育官 你說你不喜歡法輪功 你都不可以迫害他 在國內的人 我們都覺得法輪功應該存在 但是 大局為重 他認同這件事 這個已經是基本分別 我們可能說 你一個人都不可以 因為個人行先 一個人的不公平都不對 但是他認為 沒有所謂 貪污不要緊 一小小有 這個就是所謂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 剛才讀了 有這一點 就是有這一點 你看到很多劉鑊先生 我跟他聊天 就是說 他們都知道很多問題 或者很批評共產黨 但是他們不會去到一個 就是推倒共產黨 如果我們西方的觀念 就是政府不妥 就是推倒他 然後換那個 在他們來說 從小到大 不會離開那個框框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改革 他很開放 這件事是有分別的 由小到大 他已經灌輸了 不可以離開這個框 這個是國民教育 也是思想教育 是有效的 當然也有少部分子 分子去到那個框框 我們長遠一點 連共產黨都不要 但是很少數人 知識分子才會想到這件事 但多數人不會想到這件事 所以多差到 都是顧著整個局 在他來說 這個就是穩定 這個就是和諧 整個國家都穩定 我們大家都知道 法國的立國根本就是三樣 自由、平等、博愛 中華民國的立國根本就是三民主義 民心民造、民權 我們中華民共和國 北京政府的立國根本就是四大堅持 堅持在總共的宣言 第一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和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導 還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四大堅持 我們國民教育就是 我們要落實立國的根本 法國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是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 這是其中一個堅持 好 回來 我們的時間不多 我們回到頭 究竟 胡錦濤 或者北京政府 他們最想見到的什麼呢 就是剛才所說 我想下一代香港人 不要這麼不聽話 不要動一點 你就走五十萬人出來 不要在這裏 吵冤巴閉 你應該以大局為重 現在北京給你的東西 是最好的 永遠是指導一個國家 是向一個光明正確和偉大的方向前進的 你們不要因為一時的個人的利益 或者政治利益 你不要吵 現在國內就是這樣 所以為何BBC 在英國人的角度 會覺得這是革命性的政治行為 意思就是這裏 因為真是洗腦 真是會慢慢和國內吹向同一 如果你只是說 好像曾德成說 認識層面 認知層面 動之以情 曉知以理 感情層面增加 正在做 一百六十多團 香港的青少年不知道嗎 有星期禮 最多叫他唱國歌 是否這樣就算 我相信如果是這樣 根本不用說 那麼大套事 為何要搞國民靠勇 寫三千多字出來 不用的 搞多些活動 多些旅行當然開心 政府貼多些錢給旅行當然開心 不是這樣 一定是有很大套事跟著來 亦都不用國家主席 下來香港 下來香港有幾天 一天 三天 那次要歸 全國香港要改 即是他特地來到 告訴你們 這是一些大的政策 這裏可能會有幾大的改變 我自己看 香港過去的情況 其實是有些問題 譬如你知不知 不一定要修中史 現在中學科 中國歷史不用讀 只有二十個百分比考 那他當是一個學科 通識科 將來通識科 中國裏面應該什麼都說 塞些什麼進去 一定要設定部分事實 一定的事實 要你讀 以及要根據他的模式讀 還有Model Answer 抗日戰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 諸如此類 台灣就是分裂祖國的行為 即是不准你有一個批判思考 不准有一個自由的思想 總之你要跟同一口徑 全國國家同一口徑 中央說是這樣 即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祖國很喜歡定性 文革又定性為毛澤東的老胡圖 整個想法丟出來 其實醫生不意外 你想想香港幾個國人 過去十年 你在中國 北京的領導人看 你香港人幾麻煩 那你說可不可以操解王軍 又來監禮這件事 當然不行 唯有怎樣改變 慢慢改變 在教育上 下一代 搞搞他改善 所以就要搞這套 國民教育這套 OK 大家可能都聽過之後 就了解多些 BBC的留言在哪裏看到 我上網有的 我網上有的 有的 你看國民教育 你找找就找到 他是訪問了張惠國 他直斥這是一個政治行為 即是要推行國民教育在香港 是希望令到香港人的整體的政治價值觀 跟國內的人一樣 認同 認同 就不會好像現在的麻煩 不會經常吵 就好了 這樣 想就這樣想 醫生你和我相信都不認同 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很明顯 我們沒有可能這樣 OK 我們這集算不算國民教育的一部份 很緊要 我認為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是最好的國民教育 政治人物討論他們節目 了解問題 真的要解決 不要吵架 這是我們香港出路的節目 最主要的目的 香港更好大行動 其實也是這樣 香港好 當然中國一切都要好 當然地球人都要好 如果香港好地球都好 那就是不行了 OK 好了 時間關係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 多谢大家收听